据中心网援引联合国网站的讯息,当地时间7月2日深夜,利比亚首都遭受到不明武装的空袭。 该国首都附近迪黎玻璃郊区的一个叫做塔珠拉特纽瑞,居留中心的民用设施惨遭轰炸。 目前至少有44人死亡,130人重伤。 联合国对此进行强烈选择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,对平民的袭击是战争罪。 联合国相关部门将成立调查组,针对这起袭击事件进行独立调查,将凶手绳之以法。 利比亚政府则直接指出,这是反对派武装发起的杀戮行动。 因为这个拘留中心,不远处有政府军的几个军事基地。 由于在夜色中偷袭,反对派军机可能是误诈。 这一场袭击,再一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 各方纷纷强烈谴责袭击无辜平民的的犯罪行为。 事实上,自从卡扎菲死后, 利比亚人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,而是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内乱模式。 各方连年征战,民不聊生。 如今形成了政府军和反对派国民军,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。 今年年初,聚首在东部的反对派国民军势力,为了争夺石油,又开启了征战模式。 利比亚是拥有大规模油器储备。 反对派国民军南下,向政府军聚首的迪黎波里发起进攻。 但是迪黎波里是政府军的首府,军事力量很强,致使反对派武装久攻不下。 并且在进攻之中,反对派国民军还有了惊天的发现。 土耳其的无人机、装甲车、坦克等装备,竟然现身战场,支援政府军的作战。 利比亚反对派领袖哈夫塔尔对此十分恼火。 但是土耳其现在实力强大,是北约第二大国,是俄罗斯的拉拢物件。 哈夫塔尔得罪不起。 但是在上周,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盖尔阳,被政府军夺去。 哈夫塔尔终于被激怒,将怒火散了出来,全程抓捕土耳其人。 进险枭雄本色。 据德国媒体明镜周刊报道。 日前,负责利比亚城市埃及达比耶内部安全的将领下达命令。 48小时之内,还在该城逗留的土耳其公民将全部被抓捕。 同时关闭了土耳其的商铺。 哈夫塔尔正式在向土耳其发出最强警告。 立刻撤军,不得再援助政府军势力。 否则后果难料,也有国际分析认为,哈夫塔尔除了警告的意味外,也是在向潜在的盟友发出的援助讯号。 如沙特、阿联酋和埃及。 土耳其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了。 。